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腾是 来了 播放蓝牙音乐 好呢 可以在手机上选择喜欢的音乐播放哦 所以今天我们的整个旅程会有一些城市道路 会有一些快速路 高速路甚至是山路 我觉得它都能够提供给我一些比较舒适 比较惬意的一些氛围 让我们的旅程不会枯燥 OK 我们大概开了将近100公里左右 从北京的东南五环 大概一转那个方向 也直接开到了房山 这一路其实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路况 最开始会有很多的快速路 六环 然后走一段高速 走了一段山路 到最后这种非铺砖路面 其实我特别想说 就这种非铺砖路面 很适合那些城市的SOV 对吧 他们其实到头里也就走这种路 一些更烂的路他们也走不了 但是对于这些NPV来说 其实你看走过来也是如履平地 OK 那言归正传 来到这儿呢 首先想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的一些里程方面的信息 我特别记录了一下 其实我们在出发前呢 它表显续航是521公里 它的电量是86% 道路目的地 我们实际的行驶里程是92.9公里 然后表显续航里程是400公里 所以表显续航掉了121公里 所以它的续航达成率 大概在76%左右 这其实和我们之前测的 这台车型的一些达成率的数据 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观的数据 然后它的表显的电池 大概掉了21% 这是它整个关于续航方面的一个表现 就是它的整个的电池的智能温控系统 这些都对提升续航里程 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能够让电池寿命更长 即便到了冬天 续航能力也不会大幅降低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续航方面 大家不用太多的一个担心 那说到这台车型的双腔超充技术 其实还是很有亮点的 可以通过30分钟时间 50%的一个电量的不能 所以其实效率是非常的高的 一会儿呢 我也会找一个 这附近的充电桩 来给大家去体验一下 当然了 其实大家也会问 来到了这么相对来说 比较偏远的山区 这一路的充电桩的情况怎么样 那其实这台车型呢 无论是通过车载的导航去查附近的充电桩 还是通过手机的导航去查附近的充电桩 再或者我一路的观察 其实整个充电桩的铺设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虽然说和城市里面比呢 可能差一些 但是基本上也不用担心 可能开个几十公里没有充电桩这种情况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它也能够去打消大家关于充电桩铺设的一个所谓的焦率 OK那我想先简单的放松一下 既然来到这么好地方 今天又不晒 所以我先简单去前面放松放松 然后给大家去体验一下这台车型的双轻超充到底有多厉害 OK我们现在找一个充电桩去试试它的双枪快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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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我看时间过得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来看一看 这个充电的效率 到底是怎么样 我准备把两个充电头 拔开 OK啊那充电已经完成 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 这台车型 从刚才的 大概30%左右的电量 充到80%左右 确实只需要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和官方宣称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 那这就体现了双枪快充的一个很大优势 对吧 它整个电池首先很大 从30%到80% 只需要30分钟 它很便捷很高效 而且这种双枪的快充 它其实要比单枪快充 从0到80%的充电时间 大约节省了40分钟 时间管理很重视的朋友们来说 真的是很贴心很省心的一件事情 OK以上就是对这台车型 双枪超充的一个体验 真的确实很厉害 很高效 很便捷 OK那经过一天体验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呢就是关于续航达乘的问题 我们从北京的驿庄 开到了北京的房山 那期间大概走过了93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 那它的电量消耗是120公里出头 但是它的续航达乘率大概在8成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准 因为它会有很好的一个电池的温控技术 来减少这些非行驶的一些电量的损耗 我觉得这点来说真的很厉害 那其次呢就是充电桩的普及度 即便我们来到了北京的房山 其实再往前开点可能就到河北了 但依然有很多的充电桩 那只不过呢就有可能会发现 比如说它的这个快充的充头比较少 那这个时候就体现这台车型 全球首创的双枪超充技术了 对吧 那本期呢就了解到这么多 下期呢我们依然会针对腾市 D9EV这台车型做其他内容的一些体验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